量子 量子 有一些奇怪的特性 你就是接受它就對了 那接受它之後你就可以應用它 然後去做到密碼學 或做到其他的應用 那這裡這個奇怪的特性是什麼 我們剛剛看到的奇怪特性是 貓可以半死半活 銅板可以同時是處於正面 跟人頭跟時緣的疊加態 然後你要測量它 它才會變成人頭或者是時緣 這邊是在說 我的一個這個 Qbit它現在的表示方式 是它可能會有上下左右的一個方向 它可能在一個圓上面 那這個Qbit 它會有一個自己的狀態 例如說在這裡它就是往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不去測量它 我們是不知道它是什麼狀態的 如果是用垂直的方向測量上 那你就百分之百得到上 如果水平方向測量上 那你就會得到左跟右 五十五十的機率 OK 那這個特性我們接受它了 那我們要怎麼用 其實除了QKD以外 更早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 觀念上的應用 叫做量子鈔票 那它的說法是說 我們就用這麼簡單的這個特性 雖然很奇怪 但是其實很簡單 我只有八種組合嘛 夠簡單了吧 你可能要習慣一下 但它就只有八種 我們可以利用這八種組合 這是簡單的特性 來構造上理論上無法穿偽造的鈔票 那我們回憶一下我們現在的新台幣鈔票 我們新台幣鈔票 我們會有防衛我們家的什麼盲人點 水印什麼什麼這些 我其實都不懂的東西 但是我們反正花了很大的成本去確保說 我們的一千塊的鈔票很難被仿冒 那如果我們要讓很難被仿冒這個概念 用量子的特性來做到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想像我們一個鈔票編號168 我們就在鈔票上面放一個 黏上一個自旋向右的電子 就是一個量子鈔往右邊 假設說這個電子可以很安定的在那邊 然後不會不見 那銀行可以怎麼驗鈔 銀行知道說這是編號168的鈔票 它的這個位元是向右的 所以它就可以用一個左右的方式去測量 檢驗通過 那如果電子的方向被改變 那就有一定的機率會不通過 只要壞人把這個方向想要偽造 偽造他不知道這是右邊嘛 那他隨便找一個 那他就可能失敗 檢驗失敗的機率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五十 那壞人不知道原本是什麼方向 他只能猜 那如果猜對了他就可以偽造 可是如果猜錯 那他就GG 這是我學生做的 我不懂GG是什麼意思 那他說這樣說就對了 所以對壞人來說 每一個這樣的量子態 都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機率會被抓包 所以QB的數足夠多的時候 壞人幾乎不可能全部猜對 那這就是量子超標防衛的功能 extrêmement大的 不錯 Grill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